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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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蔡主任 还有各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老师们 还有一把青的女主角 莲小姐 大家好 我很高兴听说今天 不光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们 还有新竹中学 新竹女中的同学也来了 太好了 我想我们中学生 大学生 一块来欣赏这个课 我还特别要谢谢罗士隆教授 他这一次安排这个课 费了很多的心血的话 当然更要谢谢台积电 台积电文教基金 许先生也为这个课 几次都奔走 总算成了 《红楼梦》 我这本书可以说也影响了我一辈子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念这本书 大概从小学就开始了 我小学的时候看了当然不懂了 小学看了我们有连环图那种书 那时候就开始看那些书 《红楼梦》是我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教科书 在那边也教了二十多年 大概2015年 2016年 在台大有个机会 让我再教了一个《红楼梦》 教了三个学期 一百个钟头 从头讲起 从第一回讲了一百二十回 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本来我以为一个学期就可以讲完了 我就跟学生说 每个礼拜看八回好了 我讲完 没想到这本书 讲了一个学期四十回 后来他们说那你就继续讲吧 第二个学期我就加了一个钟头 本来是一个礼拜两个钟头 一个礼拜三个钟头 我就拼命讲拼命讲 第二个学期讲完了八十回 后来台大就说 你再讲下去吧 不讲的话对不起曹雪芹 那好了我就再讲下去 讲到最后一个钟头 最后一个钟头 还加了一个钟头 好吧一百二十回讲完 我说这本 《红楼梦》是一本天书 说不完的 这里面有说不完的玄机 说不完的密码 所以现在我要讲 为什么要看《红楼梦》 我想我们一生中大概总有一两本书 影响我们很大很大的 我想《红楼梦》在它的地位 第一在中国文学史上面 它是最伟大的一本小说 最伟大的一本小说 作为小说来讲 我自己是写小说的 作为这个小说来说 我想它不仅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面 它是最伟大的小说 我拉平了 放在世界文学上面了 我想我在《红楼梦》的序里面 我写了 如果拉平了 要我来选世界 选五本吧 世界文学的小说 最经典的小说 我想我一定会把《红楼梦》选进去 至于排名呢 很可能排得很前头很前面了 我自己是学西洋文学的 我也看了一些西洋文学的经典 西洋文学的经典的小说 当然很了不得 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 很多很多小说非常了不得 也非常深刻 哲学思想上面很深刻 小说的艺术上面也非常地杰触 人物的刻画都很好 可是我想这个 比如说像刚刚蔡一阳提到的 好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或者《都市多远夫斯基》的 《卡拉玛卓夫兄弟们》 这些都是世界承认的经典小说 那些小说看起来很吃力 你要看完一本《都市多远夫斯基》的小说 要正经为座 要看得很吃力 很深刻 很了不得 但是不是很好看 要看得非常吃力 《红楼梦》不是 《红楼梦》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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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三角恋爱 看得很亲近 都很好 可是内行人看《门道》 这本书就很高了 除了它是我们最伟大的小说以外 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大传统 到了《红楼梦》等于是一个总结 这本书成立于十八世纪乾隆时代 乾隆盛世 十八世纪乾隆盛世 那个时代很要紧 这本书可能也必须在那个时候才会出现 乾隆时代的时候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到了顶 很关键的时候要往下滑了 那个关键的时候 夕阳无限好的时候 往下滑的时候 成这本书 它是集的 在文学上面 它是集了我们 唐诗 诵词 原曲 然后我们明清的传奇 也就是很多时候是昆曲的文本 昆曲这些 然后是小说 像水浒 金瓶这些都出现了 它其实这个大臣 在文化上面 它也是 这个时候乾隆时代的时候 我想我们儒家 佛家 道家 这三教合一的时候 已经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时代了 所以它在文化上面也集了大臣 它在这个文学上面也集大臣 所以它是一个极大臣的一本书 极大臣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看了这本书 我们说同学们 看了这本书以后 在文学上面 我想你们会得意不少 文学上面 这本其实是很好看的一本小说 大家看这本书呢 可能开头的时候要有点耐性 开头的时候有点耐性 你看过了差不多第五回以后 你就大概没什么问题了 大概没什么问题了 一方面呢 我想它比较难懂 第一方面 它这个人物的关系太复杂 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儒家系统 中法社会 齐清拔弃的 非常多的这个关系 人的关系 你要弄清楚不容易 我就讲一个 我在加入大学教这本书的时候 很多时候 美国学生 最麻烦就是讲中国人际关系 亲戚关系 我跟他们讲 我们中国人说 孤表 有仪表 对不对 我们有孤表 仪表 林黛玉 林黛玉跟贾宝玉是孤表 他跟绝宝菜是仪表 我们中国人说 孤表比仪表要亲近一点 为什么呢 孤表 像林黛玉的妈妈姓贾 所以她是贾府里面的 但是学宝菜是妈妈姓王 那就又稍微远一点 那我就跟美国学生说 美国学生 他们西方人 这些什么 唐啊 表啊什么的 只有一个字 cousin 一个cousin 一个cousin 就所有都包括了 我跟他们讲这些 他们没办法了解 所以我想同学们可能开始看的时候 看的时候对人际关系 先要弄清楚 那么还好 我们现在这几个版本的 最后的时候都有一个人物表 因为人物表你们看看 人物表的名字看得很清 看得比较清楚了 看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说她有些 开始看的时候 也许有一些障碍 不过你们看完了 过了第五回 为什么第五回呢 因为她有很多 第五回里面 她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另外一个世界 等一下我再稍微提一提 她有一个神话世界 一个神话世界 那里面很多密语 很多这种 大家开头看的时候 可能不太清楚 不太懂 不太懂 没关系 你看不懂 就往下看好了 这本书可以看一辈子 你们现在大家同学 但是二十上下这个年纪 你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看得不是那么明了 没关系 我想你看了以后 过了十年 三十岁再看一次 四十岁再看一次 一直看着我这个年纪 我想你就会看懂了 所以我说这本书 是本天书 它慢慢地 它给你在文学上面 给你很大的启发 它在文化上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面 给你也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想看了这本书以后 你对于中国的文化 对于中国的人情世故 对于这本书以后 都有一次 我想帮助你的了解 所以我说 看《红楼梦》 看《红楼梦》 看《抖红楼梦》的人 跟没看过《红楼梦》的人 我想对于我们中国社会 对我们有一点认知的差别 大家看这个哦 一开始它就有这么一个解 《满子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作者吃 谁解其中味 你看它一开始是这个 我想作为读者 慢慢地解吧 这本书是这样子 因为这本书 我讲它伟大 伟大在什么地方 我稍微切入正题以前 我稍微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 第一 我们有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把这本小说 当作一本写实小说 真的有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贵族家庭 十八世纪贵族 乾隆时代贵族家庭 它的零零种种各方面的 写实小说 它写实的确 的确 那个《桃小圈》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写实的笔伐 非常地厉害 等于每一个都是 好像工笔画一样 把乾隆时代的那个生活 统统画了出来 可是 其实它的伟大地方 它还有 它是一种两元结构 一方面它的下层 下层是一个非常杂实的 一个写实的一个 但是在这个写实的架构上面 这个上面有一层 是一种 它是神话架构 它是用神话 用预言 用预言的架构 那么它是 那个神话呢 也有我们中国很古老 我们一直有的 我们这个传统一直有的 像女娲 女娲炼食补天 女娲这个神 女娲是个大地之神 地母大地之神 也是在一个传说里面 它创造人类的 是女娲 女娲补天 这种的神话 还有呢 它这个神话里面 还有这个 贾宝玉跟林黛玉的前身 一个是神阴士者 贾宝玉本来是 他的前身是块石头 后来变成灵石了 他后来化成了一个仙人 叫做神阴 邪玉变一个阴子 等于是一块灵石 神阴士者 神阴士者 他在这个灵河 灵河 有一条河叫灵河 三生石上旁边 有一颗仙草 叫做酱珠仙草 酱着红颜色了 酱珠仙草 那就是林黛玉的前身 后来呢 因为那个神阴士者 常常灌溉这个 常常灌溉这一个仙草 仙草就变成一个女体 一个女孩子的 那就是后来的林黛玉 后来 他降到凡尘的时候 因为他要感恩 感恩这个神阴士者 怎么感恩他的灌溉呢 他拿泪来还给他 非常非常romantic的一个神话 所以我们那个林妹妹喜欢哭 为什么 他要让眼泪来还给他 要一直还得 眼泪哭光了 哭尽了 锐尽人亡 他这个秦债才还得完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 非常浪漫的一个神话 有这些神话 还有一些神秘的宇宙 一些和尚 道士 都是佛教 佛教 道教的一些 一些寓言神话 所以他在上面有一个很神秘的宇宙 下面是一个很杂杂实实的甲斧 大观园这些人物 他在这个上面呢 他有一个很神秘的宇宙 所以它是二元结构 它是这本小说 一方面它当然是写的小说 一方面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象征主义 象征小说 它有很多很多象征 一种symbols 这个是它架构 恢宏伟大的 它是宇宙观 一种很神秘的宇宙 那么第二呢 第二点它的特点呢 这个红楼梦啊 它的发展 它的发展它有一个它的底蕴 它的底蕴上面 都有我们中国的很重要的三 三种的哲学宗教的源流 就是儒家 佛家 道家 儒食道 三家的这种思想按流 在我们这本小说的底蕴 它影响了我们整本小说的发展 影响了我们整本小说的发展 那这个 所以呢 这本小说呢 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 那就因为它这种三种的思想 在这边相生相克 它制造了一种紧张 一种tension 这三种思想的源流 有时候是冲突的 有时候是对话的 有时候和解的 所以它这个底蕴有这么三种 难得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讲的好像 中国讲哲学 讲什么 那也许比《红楼梦》更深刻 讲佛家道理 很多有些经典 佛经啊 或者道家的经典 可能比《红楼梦》的 道家 佛家的思想更深刻 可是他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说 他用非常动人的故事 很动人的故事 很鲜活的人物 把这种三种 辱食道三种 很悬丝 形而上的这种悬丝 把它具体地 用文学地 用续句手法 把它表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好看了 很可能 我刚刚讲到的 那些经典 西方经典小说 像托尔斯泰的 《战断耶和平板》 他有长篇大论 讲的对上帝 对什么什么的 我说那个好长 好长 有时候你看得有点烦 看得有点烦 《红楼梦》这个 他用非常具体的 比如说 很重要的两个人 两个人物在里面 贾宝玉 还有他的父亲贾正 这两父子 非常不合的 贾正 非常不喜欢这个儿子 因为什么呢 他的所作所行所言 都跟他的儒家 贾正 贾正是这本书里面 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一 贾宝玉 他完全是跟儒家思想 相其反而行 他是偏向于佛 偏向于道这边的 偏向于佛道这边的 所以他们两父子之子的冲突 比如说贾宝玉 还是刚刚出生满月的时候 中国人有一个习俗 摆了很多很多东西 摆了很多很多东西 给那个小孩子去抓揪 随便去抓一下 当然贾正摆了很多 文房世宝 这些东西 希望他一抓抓了这么久 他以后要考 要重科举 考静世 要好好念书了 辱家这套思想 也摆了很多东西 哪晓得贾宝玉 一抓抓了什么 腌脂水粉 抓了这东西 假的说长大了一定是个色鬼 长大了是个好色之徒 很不喜欢他 后来果然贾宝玉 整天跟女孩子混门 不好好念书 这两个父子之间的 父子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我们 我想辱家跟佛道之间的 辱家很重要的是什么 很重要就是 这个 经世济明 这一套的哲学 就是 振兴 诚意 修身 治国 平天下 这很重要的 辱家的思想 佛道方面 对于这个世界的看 佛道方面 看着这个世界 看着都是 静花水月 浮生若梦 这种出世的思想 所以一个入世的思想 跟出世的思想 这种冲突 而且冲突在两个人物 这两个非常鲜活的人物身上 所以它这种技巧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这种哲学上的深度 哲学上的深度 用完全戏剧性的手法 都表现出来了 这是它第二个 我想的 第一 我想它的神话架构 它有一种宇宙观 第二 它有个哲学的思想 第三 那当然它是一本写实小说 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一本写实小说 它把那个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乾隆盛世 贵族家庭 贵族家庭 它的一切 零零种种 它的仪式 它的风俗 它人情世故 重重写下来 有点像什么 我说 我再打个比喻 有点像张哲端 那个清明上河图 你看我们清明上河图 多么写实 是把等于北上的 变凉的 那个整个 造下来了 脱印脱下来了 我想这个 曹雪芹也是 他用了公笔画 用公笔画 把这个整个的 我们十八世纪 我们十八世纪 那个乾隆时代 那个盛世的那种 一个一个 写了下来 写了下来 它是一本 可以说是本文化上的百科前书 什么都懂 从这个 你看它的 吃的住的穿的 医学的 还有什么 他们这种疑似 通通 通通 通通写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 曹雪芹本身 我稍微讲一讲 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生世 曹雪芹本身 他家里边 他家里边呢 那个 曹雪芹的 她是清朝的 清朝的 他本来是汉人 但是呢 在清朝 在清朝的时候 他家里边 是变成他的内务府 他们的包衣了 等于 也就是他们皇室的用人 但是那个时候康熙皇帝非常宠信他们的 因为曹雪芹的曾祖父 曹熙的妻子叫孙氏 是康熙皇帝的奶妈 康熙皇帝对这个奶妈非常好 对得很好 而且他的祖父叫曹颖 曹雪芹的祖父叫曹颖 是康熙的半读 以前那个皇子要有个半读的 等于说了奶哥 那么一起长大的 你看看他对他们比较多好 所以他们在做官 做江南执照 六十年 这个四代六十年做江南执照 所以他这个官场 所以曹雪芹在某方面说 《红楼梦》这本书是一种自传性的 不完全是自传 但是自传性的 半自传的 自传性的这么一本小说 那么他对于他自己的从前 他的生活 他那个贵族生活 他零零种种他统统写下来了 如果他的身世不是那种显赫的身世 可能曹雪芹也写不出这本书 也写不出这本书 所以他这个写实的手法很了不得 很了不得 那么第四呢 他的这本书非常成功的地方 人物的塑造 他人物塑造 这里边有大大小小人物 有不计其数 可是差不多几乎出 如果有名有姓 而且讲话的 张开口的 每一个小人物 大人物 小人物 栩栩如深的刻画的是 眉目分明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地方好像我觉得 他这个曹雪芹是什么 撒豆成冰 嘟一口气那个人就活了 他有这个本事 所以你看 他那些人物写得非常鲜活 他人物写得非常鲜活 他很重要的一个手法 他对比 两个对比 相反的 像贾宝玉跟他爸爸贾政 这两个对比 雪宝钗跟林黛玉两个女主角 也是完全不同的 雪宝钗也代表儒家方面的 代表儒家方面的 林黛玉就是偏向于佛道这边 偏向于感性的方面 这《红楼梦》里面有两大类的人物 一个是感性的 一个是理性的 不是那个 Jane Austen Jane Austen 他有一本小说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性与感性 他里面的人物也是 这里面的人物也是理性与感性 那么薛宝钗是代表理性的人物 林黛玉是代表感性的人物 后面有一大串都是这样子 它两个都是对称的 对比的 林黛玉跟薛宝钗 那个戏仁跟秦文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这些对比的 所以他用得很好 所以人物鲜明 互相 当然更复杂了 那个像贾宝钗 他一方面是对比的 一方面他又跟他很相同的 类比的 一方面又很相同 他能够identify 能够认同的人物 男性也有 女性也有 所以这个贾宝钗 他又方方面面说好的面镜子来照了他 所以他把他塑造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像这个林黛玉也是 林黛玉不光是他个人 像有一连串 像秦文 还有几个 秦文 林冠 什么牛舞 他说这个眉眼都很像 很像这个林黛玉 而且这几位都是为情而死 像尤山姐这种都是为情而死 这跟林黛玉是一样的 所以他有对比 类比的人物 他人物非常复杂 而且也很有意思 像贾母跟牛姥姥 就是两个老太太 两个老太太 一个是贵族家庭的首领 最高的 一个是个乡校老太太 这两个对比写得非常好 很有意思 而且他背后的那个 背后的那个意义更大了 背后的意义大了 我有个朋友 西松 他把他提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以前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中国社会 很古老的时候 是母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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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母系社会 被突袭社会压倒了 压倒了 《红楼梦》呢 看起来 这个母系社会又浮现了 《红楼梦》 讲起来就是个女儿国 《红楼梦》就是个女儿国 那个贾母在头头 贾母跟刘姥姥 两个老太太 两个老太太 一个是黄天 一个后土 一个黄天 一个后土 两个老太太 两个把这个女系社会 母系社会 领导的是母系社会 这个人物的塑造 很有意思 他的人物塑造 有的是非常写实 像贾母 刘姥姥 在这个层面 你真的相信有这么两个老太太 但在背后 又有更重大的意义 我看来 我就刘姥姥 不光是个乡下老太婆 她也得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土地的神奇 像个土地婆 像土地婆 她把那个土大地的生命 带到了大观园里面去 带到大观园里面去 她最后的时候 她把那个大观园里面 王熙凤的女儿 她继续在这个危急的时候 一去 把她救走了 所以像我们中国的土地婆 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 所以她背后这些人物表面都是写实的 但是背后又有她这个很深刻的象征的意义 所以她这本书一方面是象征的 一方面又是写实的 所以它有两元的架构 当然到最后的时候 它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很重要 它的文字艺术 我想《红楼梦》的文字艺术是到顶的 我想它继承了 它继承了我们的诗 词 曲 明清小说 还有这个昆曲 继曲这些东西 它继承了这个 继承了这个大传统 而且呢 它把 它把这几个 你看《红楼梦》里面 又有诗 又有词 又有曲 又有曲 而且这种 本来一般小说 就是散文嘛 以散文为主的嘛 对不对 它可以把这些运文 这些诗词曲 它把它融到里头 它会融到这个小说里头 而且一点 它是有机体的 是organic 它是它的一部分的 它不是拿来做装饰的 不是decorative 它不是拿来做装饰的 它是本身的一部分 它是点题的 它是拿诗 拿曲 尤其是拿昆曲 细曲 我有一个演讲题 就是讲《红楼梦》里面的细曲 用细曲来点题 红楼梦整个架构像细曲 所以它整个受了这些各种文体 它把它融成一体 融成一体 而且它变成一个整个的有机的一部分 有机的一部分 所以它集各种文体 是大成 我们说好像现在讲起来 武士运动以来 我们就好像白话文小说 好像是从什么鲁迅啊 他们开始 其实《红楼梦》里面的白话写得漂亮极了 写得漂亮极了 所以说它那个对话 《红楼梦》的对话是一流的 《红楼梦》的对话是把当时的白话 把《红楼梦》的代话 我想它那个口语 口语的运用是到了极点了 所以我想《红楼梦》的文字上面 也值得我们学习 它的文字呢 我讲那个曹雪芹 他自己的文化构成 很复杂 他一方面他是汉人 一方面他满人 所以汉人的文化 满人的文化合在一起 一方面他是在南京 他在京陵出生的 他在南京这边出生 童年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 在南京 京陵 苏州这一带长大 所以他对江南的文化 江南那种非常细致 精致的那种文化 他吸收了 他后来 他被吵架 被吵架了以后 他就到了北京了 所以北方的那种 北方的那种 比较豪放 比较猖茫的 那种他也有 所以我说他一方面有精灵 孤苏 那个杏花烟雨的蝉绵婉转 也有北地烟都 烟都就是北京了 西风禅造的悲凉苍茫 他说他呢 文摆 文言文和百话文相间 亚俗共存 他里边 这里边 白话当然非常好 但他有时候也用文言 文言的句子用得也很好 他文摆是相间的 而且呢 还不必熟 亚到极点 熟也熟到极点 所以他这个文字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那么我以后再来讲讲 他的小说的艺术 再讲 所以他的这本书 从小说的艺术观点来看 从我们中国文化的方法来看 都是经典 都是经典 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我想我们这个课程 还有很多同学家 从各种观点来看 所以大家 我想把这本书 尽量先快点看一遍 我想这样子的话 我想对你们的了解很有证 我们今天 我就讲了一个后四十回 后四十回 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稍微讲一讲 否则大家会碰到这个问题 后四十回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胡适是我们的新红学的开山鼻祖了 胡适 胡适他在1921年的时候 1921年 上海亚东书店出版了 陈甲本的《红楼梦》 我稍微讲一讲 1791年 1791年 陈伟源跟高二 他们就把《红楼梦》整出来 120回完整的第一次出版 就叫陈甲本 第二年 1792年 又刻了一个版本 是陈甲版的修订本 叫陈一本 就是同学们现在大家可能手上买到的 这个时报文化出版社的那本 就是陈一本 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一年的时候 胡适就 《红楼梦》考证 写了很长的这一篇序 写了很长的这一篇序 这篇序的影响大得不得了 这篇序的影响大得不得了 它里面有两个论点 两个论点往下 它里面有两个论点 第一 他确定曹雪芹 是《红楼梦》的作者 因为以前 因为这个好曹雪芹 他本人的资料 本身资料非常少 他家里面很多 曹家的资料很多 他本人的资料很少 所以很多人就 对他authorship 这个作者的身份 起了好多疑心 有些说是这个写的 有些说那个写的 有些说不是 但是胡适考证出来 的确是曹雪芹写的 曹雪芹写的 而且是有自传性的 那是曹家的自传性 这是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但第二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 他说这后世世回 是高二续的 高二委托的 本来是高二委托的 是高二写的 不是曹雪芹写的 是高二的续书 这一点呢 影响得非常大 他的 不是那个 胡适本人 做考据的时候 很重要 拿出证据来 这么说 他拿什么证据 拿这条证据 他说呢 张 那个 张问陶啊 张问陶是 是这个 高二同时代的 同时代的人 一个诗人 蛮有名的一个诗人 而且是他一起考试的 同时代 张问陶有首诗 他的诗 诗里面有个读解 他说啊 《红楼梦》 八十会以后 巨蓝蜀 就是高二 高二的号 索补 他讲是他 胡适就凭这一条 说是后世世回 是高二做的 不是曹雪芹做的 不是曹雪芹做的 这个补字 我们现在 很多人都有勇气的 补可能是补写啊 说是修补啊 不一定是续写啊 也许他 本来是曹雪芹的稿子 他是修补了的 所以这一条 不能确定 可是他这个 因为胡适的名声大嘛 一锤定音以后 好多 说后来 好多这个红学家 好多红学家 就纷纷地 对后世世回起了质疑 说是高二写的 高二写的 罢了 很多人说 因为怀疑这个作者 也就怀疑了后世世回 写的 这一点 那一点 很多情节 还有 说后世世回写的不好 这样那样 就是来诋毁后世世回 我们很有名的一个作家 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张爱玲 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了 张爱玲的那个小说 张爱玲就讲了 他说 他人生呢 他有三大 他最大的遗憾 第一个呢 海棠不香 海棠还没有香味 第二呢 食鱼 食鱼不是很好吃的吗 那个食鱼 食鱼很有 很珍贵的 食鱼太多次 第二 第三个 第三个遗憾呢 红楼梦 没写完 写了八十回 后世回 是委托的 他这么远来也有好多 我讲呢 这些都往下 我们还是 还是相信了陈伟元 跟那个高恩 原来的序吧 陈伟元自己讲了 自己讲了 他说这个后世 后世会怎么找到的呢 他说很多收藏家 有二十多回他收到了 然后呢 有一次 非常凑巧 他在那个担子上面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古担上面 那个古担不是普通的一些摊子 古担是收古董的东西 那么收了十几回 但是呢 里边很多缺的 他呢 他跟那个高恩两个人补起来 这个话比较靠得住 在有了这个以后 我觉得 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我说那个后世是回 几乎不可能是任何人续的 前八十回 这么复杂的书 各种多 各种线索 各种线索都来了 各种线索都来了 后世是回 一个续书 能够写得那么完整 写得那么好 后世是回 我看的 艺术的价值 整个是 完全不输于前八十回 而且是 而且在后的方面呢 尤其是在后来 我今天要讲的两题目方面 我想更是要紧 那我们现在今天就来讲 这个后世之回的 第一 我讲后世之回 它的悲剧的意义是在很重要的 在两件事情上面 两件事情上面 一个是宝玉出家 一个是黛玉之史 这两回写得非常好 这两回写得非常好 这两回就是我们整本书的 非常重要的要点 那么宝玉出家是一开头 我们这本书 红楼梦这本书 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想你们要沿着两条线 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甲府它的兴衰 开头的时候 这种甲府是全盛时期的兴衰 但整个家族慢慢慢慢 最后被抄家了 最后没落了 所以甲府的兴衰 是我们整个系的整个本书的发展的这条组轴 但是这条组轴下来呢 也就是平行的 平行的 平行看 这是宝玉出家 宝玉出家 最后的是宝玉出家 宝玉出家当然跟他们甲府的兴衰 甲府的兴衰 当然也很有关系 所以宝玉出家 是一开头 一开始就已经埋伏了县了 慢慢慢慢慢慢发展的 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 宝玉悟道出家了 这是我们这本书的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条线 我们现在看看家宝玉 家宝玉的前身是什么呢 家宝玉的前身是一块石头 怎么来的呢 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 女娲这个神补天的时候 她为什么补天呢 因为女娲那时候 这是神话了 水神贡公跟火神荣竹 在打仗打仗的斗 那个水神贡公败了 败得很恼怒 就去撞那个不周山 不周山那是什么呢 是天柱 是撑着天的 撑着这个天 我们的天的 或者把这个撞折了 逐州山垮下来了 所以我们那个天呢 在西北这个坟 缺了一块了 缺了一块 所以这个女娲呢 这个神呢 炼石头 炼石 炼这个灵石 就补天 所以女娲补天 这个是这么来的 炼了多少块呢 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这个彩石 补天补了 他用了多少呢 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 就是有一块没有用 那一块石头 就是贾宝玉 那块石头没有用 那个石头放到哪去了呢 放了石头 就放了青梗峰 青是青色的青 梗呢 是土这边 一个根 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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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 那个 青梗峰 一个山峰 峰 青梗峰下 这个红楼梗啊 大家看的时候要小心 很多名字 很多什么石头的铁 都有象征意义的 青梗 跟情根 同音 情就是 情字 爱情的情 根呢 就是 生根的根 根源的根 青梗峰 就是情梗 这块石头呢 在青梗峰下 就生了情根了 所以这个 这个宝玉呢 它怎么来的 它一生都是个情字 所以这个情字 是我们这个小说的 最重要的一个字 最重要的一个字 是情 中国人讲情 我在教红楼梦 我在 在加州大的教红楼梦 给我最烦恼的就是 这个情字 我怎么讲 讲不清楚用英文 英文里面 love 什么feeling 什么sentiment 什么东西 都不对 这个中国人的情 好像更深入 这个情字 已经很 在中国人 那个情字 要比love 要比爱情 要深一层 它好像是一种 一种生命的 一种原始的原动力 一种primal force 一种原动力 在吹动生命的这种东西 中国人 所以 《红楼梦》是讲了 讲了一个情的各种的层次 爱情 人情 伦理之情 各种情的层次 人对世界上的一种情 所以他这个情 生了根 我在弄牡丹亭 汤献祖牡丹亭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 情根一点是无身在 他说 那个情一生的根 你一辈子也还不完 所以他一辈子也还不完 情生根 生根了 所以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 那它这个 我想它就变成了 它本来自怨自爱 因为没有用它吗 没有用它补天吗 它自怨自爱 自怨自爱呢 觉得好像没有用上 没有 英雄用武之地 好像没觉得自己 其实 其实 那个女娲 把它留下来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更重要的任务 是吧 她以后要下凡去什么 去补什么 补晴天 她去补晴天 晴天更难补了 我们请她往下 我跟你说 那这个晴天是更难补了 那个第五回 大家看了第五回的时候 这个贾宝玉 她就梦游太虚幻境 她到了一个神仙的地方 太虚幻境 很重要的 大家一个太虚幻境 就是我们这个神秘世界 宇宙的上层了 她到了里面去以后 刚刚一进去的时候 看了一个牌子 看了一个牌坊 看了一个牌坊 两边有对联 上面有一个牌坊 写了什么 涅海晴天 涅海晴天 这个晴海晴天 本来这是佛教里面的 佛教里面的这个词了 佛教里面的这个词了 涅海 我们他们看的 这个就是红楼梦的宇宙观了 这是好像整个我们 整个我们这些人 在红尘里面 就是只能在这个涅海 涅海晴天里面浮沉 你知道吗 浮沉 所以她要去 后来 贾宝玉后来下饭以后 她要 在世间上 都是受了 受被情所伤 尤其那些女孩子 被情所伤的时候 她去补 她去补修补她们 她去安慰她们 她去修补她们 所以她一看了这个词 你看 涅海晴天四个字 然后下面两个 后地高天 勘探古今 晴不尽 痴难悦女 可怜风月 咒再难愁 她看了这个对面 她看了有所悟了 她本人就是这么一个使命 她本人是要到这个人间来 要到人间来 她要去修补晴天 要把这个 最后她出家 我再讲的 更进一步讲 她来修补这些 为情所伤的 这世界上的云云 痴难悦女 所以她在某方面来 在某方面来说 所以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也是一本 怎么在解释 在阐述 情的各方面的这么一本书 刚刚我在讲的 它是一块零食 《红楼梦》里面 《红楼梦》有几个名字的 除了《红楼梦》以外 它又叫做石头记 它又叫做石头记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 那个石头记也很要 每个 它有好几个名字 每个名字就讲 它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 我讲那个石头记 就是讲那个零食 讲这个贾宝玉这一块零食 它要下凡去补晴天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这么走一块 走一套 历劫 临时历劫 然后再回到清等风去 所以它等于是 佛家的一个预言 等于是 等于我们 在某方面来说 大观园 它到大观园里面去了 大观园就是 是一个metaphor 是一个隐喻 隐喻这个红尘 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红尘 滚滚的红尘里面 它在里面经过了很多很多 那个涅海晴天 这么过了以后 它最后悟到了 再回到它那边 是石头记 石头记就是石头历劫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故事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个佛家 一个预言 我们整个人 佛家是在我们在历劫 每个人都到了 到了这个世界来 等于是要历各种的考验 这个贾宝玉也是 他到了我们这个凡尘来 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 很多很多的情伤 伤心的事情 慢慢慢慢慢慢 他才慢慢悟到 我觉得我讲 他可能要像那个西游记里面 唐玄章要经过99811节 还经过什么蜘蛛经 经过好多好多 经过81节以后 他才能够到西天取经 才能够修成正果 我想贾宝玉也是 他要经过 历经过很多很多的伤 大家看书的时候 很多很多很多 升官使节 如果很多升官使节以后 他最后才能悟到 才能悟到 那我觉得他 这个 我在讲那个 我在美国讲这本书的时候 西方的学生 比较难懂 贾宝玉这个人物 看起来好像 不合乎他们所谓的hero 他们所谓的这个 也不合乎他们的 看什么Casanova那种 那种涉涉涂涂涂 见的女孩子 不是这回事 看看也不是这回事 怎么去解释这个贾宝玉 夏之清夏先生 他倒有一个比喻 我觉得他比得很不错 不是 杜氏杜也夫斯基 有一本小说叫做白痴 The Idiot 叫做白痴 白痴里边有一个角色 有一个角色叫做米西金 那个王子 他是个王子 是个Prince 他是个王子 米西金 米西金那个人有点像贾宝玉 傻傻的 吃傻傻的 都是为人家 都是去同情人家 都是为人家好 后来最后才变成一个伊典了 变成个傻傻的 吃吃傻傻的 这个贾宝玉也是吃吃傻傻的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吃吃傻傻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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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 下了雨 下雨 他叫人家 叫那个小女孩子 林冠 你下雨的人 你快去躲 那个林冠说 你自己呢 他自己临的一身 他忘掉了 他对人的爱心 对人的整个 他最大的同情心 他这个人呢 所以他最后成佛 那个米西金那个王子呢 都是对耶夫斯基写的时候 他自己的那个notes 他写的时候 他说他把那个米西金 当作一个Christ figure 当作一个耶稣的 耶稣这种 是当作耶稣这种形的 来救世的这种 我想 曹雪芹 他在写这个贾宝玉的时候 他在讲 我想曹雪芹 对佛教 对佛教 对佛陀一生的 一定非常清楚 一定非常懂 他那时候 我讲那个乾隆时代的时候 佛教也很兴盛的 他一定懂的 他一定懂的 我想贾宝玉有形无形的 他把贾宝玉写成了佛陀式的 佛陀式的这么一个人物 我想把他当作什么 佛陀这个悟道以前 他是什么 他是十大多太子 对不对 他是一个王子 对不对 他是一个王子 他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这个靖范王 非常宠他的 娇妻美色 给他宫殿的奢华 给他很多 像贾宝玉的大观园里面一样 享尽荣华富贵 可是我想有一天 这个十大多太子 逝出门 他看到了人生的生老兵死苦 我看到了生老兵死苦 他突然就悟到了 要出家 要去寻找解脱人生痛苦之道 我想贾宝玉 我想在某方面也是 他也要经过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看了生官死结结果以后 生老病死 这种的 经过这种以后 他一下子悟到了 他悟到了 悟到了 那么就石头气 讲的就是这个 讲的就是 我想讲他这一生 讲他这一生 我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夏先生那个比喻 我想让西方人念这本书 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新的perspective 新的看法 我想我们的佛教 那他们就懂了 也是一种 这种宗教的一种写 后来宗教 我想基督教 也有类似的 The Pilgrim's Progress 有一本书 它也是讲 一个基督教徒 怎么去寻找天国 这种 这种的 不过 红楼梦 它是非常写实的 它引在下面的 你看不出来 它没有告诉你 慢慢慢慢 你会悟出来 它原来有这种的含义 这么深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它石头记 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情生路 红楼梦它有几个名字 一个石头记 一个情生路 它还有几个 风月宝剑 精灵十二差 它每个名字都不一样的 先我先这两个 一个是那个石头记 一个情生路 情生路 它是讲什么呢 里面有个空空道人 空空道人就是这个 他们这个一个神话的人物 空空道人他看到 他看到这个 那块灵石 下了烦以后再回来 就把红楼梦的 这整个故事 就刻在那个石头上面了 就刻在那个石头上面 这个故事 他刻在那个石头上面 空空道人就好多好多结 以后就去看这个石头 他自己看了以后 他说空空道人 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如色 自色悟空 遂改名情生 改石头记 为情生路 他就讲了佛教 色空的这个道理 色空的道理 由色如空这个道理了 他就讲了自己是情生 自己称是情生 我想大家不要被这个作者蒙蔽了 我想这个情生 他讲的空空道人也不过是一个象征的符号而已 我想这个情生讲的最是谁呢 贾宝玉 贾宝玉才是情生 贾宝玉才是情生 情生路是怎么呢 讲他一生的故事 讲他情生的故事 情生 跟这个草野廷提出这个情生 这个观念来 我觉得很大胆 很创新 我们讲呢 你情生 这一个背论的这么一个题目 你有情不能成生 是吧 你有了情 不能成生 你要成生一定要断情 是不是 你一定要把那个情斩断 你才能成生 那么这情是 他这种情生 这种在贾宝玉身上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贾宝玉 对贾宝玉来说 情就是他的宗教 情就是他的信仰 所以他也才叫做情生 最后出家的时候 最后出家的时候 等一下我再讲他出家的时候 他担负的是什么 他担负的是什么 担负的是情 所有事件的情商而走的 所以他叫情生路 情生路就是讲贾宝玉这个情生 这个人把情 当作他的宗教的每个人 当作宗教的救赎的那么一个人 他的一生的故事 他的一生的故事 所以叫情生路 情生路 所以你看 他开始的时候 他在念海晴天 那个时候下来 他要去补晴天 而他本身 他又是个情生 那么就变成这个情生路了 情生路了 这个我们望一下 那么到了写实的层面了 到了写实的层面 到底贾宝玉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这是从林黛玉的眼睛里面看到 这一对情人 这一对原定三生 本来在林黛玉这个水边 他们那一段的姻缘 所以林黛玉要下来 要还泪给他的 从林黛玉的眼睛里面看到 这么一个人呢 你看他 看着宝玉啊 虽怒是而是笑 即臣是而有情 生气的时候眼睛对着 还是有情 还是有情的 平生万种情思 席堆眼角 贾宝玉呢 贾宝玉是什么 它是情的化身 它是情的化身 所以它叫做情生 情生路 那么那块零食呢 是什么 是情的结晶 所以它是情的生根的东西 生根的东西 所以贾宝玉呢 他来到这个大观园的上面 他自己是以 他神音试者 他自己是个护花识者 自居 那么大观园里面那个白花 所有的女孩子 他等于是个神音试者 等于是护花识者 把他们通通 他很想把那些女孩子 通通保护起来 他们受的这个情 被为情所伤 他为替他们 来替他们补补了那个秦天 他是负了这么一个使命的 那么他 宝玉出家 我刚刚讲了 他要经过 要经过这个9981节 经过9981节 他不是一步而来的 他在《红楼梦》里面 一步一步一步 他千里浮迈 他把前面这些 都浮笔都写好了 让他到最后一下子 那么开始了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往下 他这个 第二十二回的时候 第二十二回的时候 听曲文 宝玉勿禅机 智登迷 甲政 悲叹语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回呢 宝玉这个人 有慧根的 有佛根的 常常在这个书里边 一句话 一句戏文 一句词 就触动他 触动他 对于他 触动他那个 触动他这个向往 向往这个 向往这个悟道的这方面走 这方面走 那么这个是什么故事 但是呢 这种悟道是什么 他从从是在这个很 包装在很写实的 这些事件里面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一回 二十二回 雪宝钗 这个女孩子 到了甲府 甲母很喜欢她 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懂事 很懂事 她的十五岁生日的时候 甲母呢 就要替她做生日 这个雪宝钗 很懂事 她晓得 那么甲母说 你爱吃什么东西 点什么 那她知道 甲母喜欢吃甜的东西 很烂的 年纪大嘛 吃甜的 她就点了甲母爱吃的 甲母说 叫一个戏班子来唱戏给她听 从前 在明清时代 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 在康前的时候 康熙乾隆那时代的时候 盛世的时候 这个昆曲 昆曲那个是当时 昆曲是当时的国具 昆曲是当时的国具 而且呢 很多家里边都有戏班子的 那种有钱的家里边 大官的家里边 都有戏班子 自己养戏班子 养明灵啊 养那些灵人 那这个有请客的时候 他说说 那就要唱戏 是娱乐嘉宾 你请个客 大官 演习什么 没有戏 那你很 这个社会地位很低 不行 而且他们的演戏呢 还要比的 你的班子比我好 我的班子比你好 还要比的 乾隆最盛的时候 乾隆最盛的 乾隆喜欢看戏 乾隆最盛的时候 他有个御班子 乾隆爱看戏 皇帝看戏的 他到苏州啊什么 都请了去看戏 有一千个人 那么大 养了一千个 养了一千个 这个灵人 皇帝 皇帝要 想于嘉宾的时候 大场面 大场面看戏 他们是这么一个 好 这一次 贾母呢 因为喜欢 雪宝山 弄一台戏 来给她看 他们家里面 自己已经有了戏班子了 因为原匪 醒清 贾宝玉的姐姐 是皇帝的妃子 皇帝的妃子 回来醒清 特别去弄了一个戏班子 来演戏给她看的 给原匪看的 所以她这个戏班子 然后呢 这个自己的班子 看熟了 贾母呢 特别外面照个班子 特别表示隆重 好 表示隆重 戏班子了 看看 为了雪宝钗 雪宝钗呢 她知道贾母 喜欢比较热闹的戏 所以她点了几个 比较热闹的戏 给贾母看 她很懂事了 她很世故 也很懂事 所以最后选她做媳妇 没有选林黛玉 也有关系的 那么 好了 这个要演戏了 林黛玉啊 就不舒服了 我看着这个 这个雪宝钗 才有人弄个戏 所以林黛玉 非常不安全的 因为贾宝玉身边 有那么多女孩 就围在那里 她说 有点那个 小性子的 贾宝玉来邀她 去看戏 她就讲了 她说 你去弄一个班子 来让我看吧 这个我不要看 后来贾宝玉 把她拉了去了 拉了去以后呢 就这首正在演三门 三门这个戏啊 是清朝秋元写的 这个 虎狼坛 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 水浒传里边的一个人物 大家都知道 花和尚鲁志森 对不对 花和尚鲁志森 是一个非常出茫 非常多人 但是很真帅的 那个虽然是个九州和尚 或者一个人 他很真帅的这么一个人 水浒里边 一百零八条好汉 他算是有好结果的 最后他出家了 他出家成佛了他 这个鲁志森 讲的是三门的 就是这一段 讲什么呢 他去 因为犯了罪杀了人 他躲到那个寺庙里面去 但是他也不守规矩 还是酒肉照吃 就被主持和尚赶出来了 赶出来以后呢 他就这一段是他唱的 他唱的这一段 他唱这段是《寄生草》 《寄生草》呢 是曲牌 那时候唱春曲了 这个曲牌的名字 跟这个内容没有关系的 它是音乐 音乐关系 他唱了这个 贾宝玉就说 宝姐姐你点了这些热闹戏 他说好像很不疑 那雪宝菜就说 你讲什么热闹戏 他说你不懂 他说这个三门 这个戏啊 他说很好啊 你看他这个词 迟早那么好 音乐也好 我来念给你听 学宝菜 就念这个给贾宝玉听了 他只是形容鲁智生出家的 漫文英雄类 相离畜世家 谢慈悲 剃度在连台下 莫言法 转眼 分离炸 吃条条 来去五千寡 哪里讨 烟说雨粒 卷单行 一任安 忙些破破 谁原话 这一词讲的 鲁智生 一个人在那个 忘了那个 自己走 所以走的时候 吃条条 来去五千寡 你看 这个整个形象 贾宝玉一听了这个以后 听了他吃条条 来去五千寡 给他突然间 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 很大的事 他说我们自己 他突然间开悟了 我们来到这里 事实上 又不等于吃条条来 吃条条来去五千寡 来去 来这一趟 然后走了 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就出动他的 出动他的残疾了 出动他的残疾了 那最后 这个 贾宝玉出家 在一片大雪下来 他这光头赤足 他那个大斗篷 跟他那个 跟他那个 爸爸 这个贾政 何时失败 然后一声一道 夹着他飘然而去 那个形象 跟这个形象 已经老遥遥 在这二十二回 已经在指点他 以后 贾宝玉也是走上这条路 也是走上 吃条条来去五千寡 以后他也是 一人忙 忙些破破 随缘化 这个 鲁智生的这一个 出家的这一个 这一个 也是对贾宝玉 一个刺激 所以他后来 他看了这个以后 他就在人生的烦恼 后来他就 他模仿这个寄生草 也写了一个曲子 尤其是写了 他自己 他自己觉得自己 也是吃条条 来去五千寡 这是人生 那么 所以他一步一步来的 一步一步来的 那当然这个以后 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东西 很多的事件 刺激他 那么 我讲一件事情 有意思的是吧 但很早了 很早之前 贾 贾府里面有一个人物 叫做秦可卿 秦可卿是他们第三代 第三代 是贾 是贾宝玉的直媳妇 这个女孩子呢 美 她兼 黛玉跟宝钗之美 是 她是个美人 而且呢 是贾府里边 都疼爱她的 所以她是第一德义人 她是贾荣的太太 她是贾荣太太 贾宝玉有一天 到他们那个邻国府 到秦司他们的家去 她睡午觉 她在写 这个房间不好 那个房间不好 那个秦司说 那睡我的房间吧 因为她家的 她是她的叔叔 但她这个年纪小嘛 十几岁 不要紧的 睡我的房间 她的房间非常的 布置得非常 非常伤秀 非常那个 布置得非常的 启动了 启动了贾宝玉 对女性的 这个时候 后来她马上做了一个梦 做了梦里边啊 后来她这种 性的启发都有 反正那个梦很复杂了 很复杂 经过那个 到了这个太序幻境 而且她在那个梦里边呢 她跟一个 跟一个女孩子成婚 什么时候成婚呢 是那个景患仙姑 那个仙女的妹妹 她叫的坚美 其实就是情侍 The replica 她的福字 后来跟她 有了这个性关系 她一醒来以后 她就被妖怪惊醒了 她就叫了一声 可卿 这秦可卿 可卿救我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了 好 有这么一回事 没多久 在贾家最盛的时候 在贾家最盛的时候 贾家最盛的时候 秦可卿突然病死了 秦可卿突然病死了 突然秦可卿病死了 那个宝玉 宝玉一听的这个 秦可卿病死的时候 那个 他们那个就敲 敲云板 敲四下 四下是伤音 有人死了 我们家里都 当当当当 敲了四下 四下是伤音 在贾家最盛的时候 这个伤音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 曹雪前这本书 常常在 有个warning 就讲人生无常 是佛家的道理 在最盛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生无常 没有这个常愿的 繁荣东西 不会成为常愿的 就是人生无常这种 这种的warning 贾家那么盛的时候 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伤 一个伤音出来 那个宝玉一听了 晓得这个秦可卿死了 突然一口鲜血 突然吐了一口鲜血 那么很多人就解释这个 说贾宝玉跟那个 秦可卿有暧昧了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可能跟 而且贾宝玉不是那种 对肉欲 对什么是很那个的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这个对他说 就是讲他第一次碰的死亡 第一次碰到死亡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而且这个死亡 也是他们家里边 家里在集圣的时候 这么一个最得意的一个人 最美的一个人 死掉 死掉 所以在人生的时候 这种最繁华 最美的这种东西 不长久 所以我想这个对他 我想贾宝玉要出家 要悟到 还是慢慢来的 升官死结 一个一个一个立境 还听了很多这种 所以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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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到最后 120回的时候 到120回的时候 他出家了 你看这个开始的时候 还是那么早的时候 他就一步一步来了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后来这个秦氏 秦氏也就是 他本身也有很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这个意义 你看啊 秦可卿 他姓秦 那他有个弟弟叫做秦忠 男孩子 长得很漂亮 跟贾宝玉很好 贾宝玉对他来讲 对他来说 也是第一次 所以这两姐弟 你看 这是两姐弟是手足同胞 而那个秦子 秦跟秦又同音了 他不会 他不会 他不会随随便便 讲那个秦子 秦忠 秦总 他又同音了 秦总的总 那个《红楼梦》里边 秦总这两个字 也是个关键词 也是个关键词 他这个第五回《红楼梦》里边 他有一个《红楼梦》的曲子 一开头的曲子 开辟鸿蒙 开辟鸿蒙 就是宇宙的开辟鸿蒙 谁为秦总 这秦总是谁 秦总 也就是秦 秦忠 你看 秦忠 秦总 还有些秦总 贾宝一本人就是个秦总 所以这一对姐弟 等于是启发他 对女性 对男性 性的一种觉醒 所以他这个两个人 秦总也很早就死了 两个都很美的人 两个都是对秦 两个都找妖 所以他对这个贾宝玉来说 是一个刺激的刺法 美的东西 很难不长久 所以彩云一扇流利脆 我们讲 所以他美的东西不长久 所以他这些都是给他 一二三四二三的刺激 那不用说了 后来他最亲近的人 像秦文 这个丫鬟 他最喜欢那个丫鬟 跟他很相近的丫鬟 后来被赶出去 被逐出大官员 受了委屈而死 然后这个贾宝玉 秦文之死 对贾宝玉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刺激 秦文死了以后 他的心境整个就转了 秦文为什么对秦文这么重要 秦文 我们在形容他说 这个女孩子漂亮 美 怎么美呢 肖尖 我们说美人间 水蛇腰 形容他 蛇腰就不得了了 还是水蛇腰 消尖水蛇腰 眉眼像林妹妹 她其实是林黛玉的一个镜子 mirror image 她是林黛玉的另外的一面 我讲了 这个《红楼梦》她塑造人物 她不是单一的 她有了个林黛玉 她就有秦文 有了林观 有了什么刘武儿 有了刘三姐 这些女性跟她很相近的 跟她很相近的 样子相近 个性相近 而且为情而死 为情而死的 这么一群 整个的才反射了林黛玉的整个人 才反射了林黛玉的整个人 所以秦文之死对她刺激很大 秦文之死也就预告了黛玉之死 秦文之死也就预告了黛玉之死 所以秦文死的时候 秦文死的时候 这个家宝玉 写了好长的一篇秦文 叫做芙蓉磊 慢慢以后我再讲到 我再讲到 那个芙蓉磊祭祷情文 其实她也就祭祷了林黛玉的 所以你看 这个前面 她的秦可卿死了 她的最好的朋友 秦宗死了 然后再过来 最爱的丫头秦文死了 当然最后 最后的一个她就是黛玉死了 黛玉死了 有人说好像黛玉死了 不就是当宝玉出家 跟黛玉死的 有关系 但不是尽然 其实她已经到戴玉死的时候 就是她已经对人生 她又到了那个太区换院去了 对人生已经有了所感悟 整个的有了感悟了 就等于那个斯大多太子 这个出世门的时候 出世门已经生老病 人生的生老病史苦已经看透了 已经看透了 所以她最后再出去 出门 她走的时候 她走的时候 宝玉出家 我刚刚讲了 很多很多很多事件的堆砌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领着她走的 她走的时候 她就分两部分的大处理 我们说149回的时候 那个宝玉这个时候黛玉死了 黛玉死了 那么她跟宝采澄清了 跟宝采澄清了 这个时候她就悟道了 已经对成员已经在斩断了 斩断了却成员了 了却成员 那她出离的时候 出家 这很要紧的 要把我们在世界的俗源 我们在世界上面留着说 要斩断 要斩断 那宝玉的俗源是哪些呢 第一个当然 她家庭 她妈妈 等一下她父亲 她的母亲 她的父亲 要跟她母亲那个父亲要词别 他自己在 蛮动人的 她过来了 她要去考试了 为什么考试 因为贾家 因为贾家 对她最大的期望 就希望她中举 最大的期望 所以她要在出家之前 要还给她贾家的 父母给她养育之恩 她要做什么 她要中举 还给她 家里面要公民 我就给你公民 我就去考了试 考了试 中了公民还给她 所以她跟妈妈讲的时候 你看 她走过来跟她说 满脸流泪 磕了三个头 说到 母亲生我一试 我也无可报答 只有这一入场 用心做了文章 好好的种个举人出来 那时太太喜欢喜欢 便是儿子 一辈子的事也完了 一辈子的不好 也遮过去了 她跟她 她跟她那个妈妈 这个 她给她这个 妈妈 爸爸 留个公民给他们 宝采呢 怎么办呢 她的太太 给她一个儿子 她走的时候 她这个 宝采已经怀孕了 宝采已经怀孕了 她给了太太一个儿子 给了太太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呢 以后叫贾桂 他叫贾桂 那贾桂呢 很要紧 以后贾府 再要兴起来的时候 就要靠贾桂跟贾兰 贾兰是他的侄儿子 两个小孩子 宝采呢 以后要代替 王熙峰 要撑起这个贾家来 他给他一个儿子 父亲母亲 给他一个公民 这个儿子 还有 他最赎源最重的 是谁呢 是戏仁 戏仁是他另外一个丫鬟 另外一个丫鬟 是他最亲近的丫鬟 为什么跟他熟缘最重呢 大家记得他做了一个春梦 回来吗 这个景患告诉他听那种 那种所谓的 sexual initiation 性的这个启发 启蒙 他第一个启蒙呢 他就找了戏仁 跟戏仁发生了肉体关系 所以真正全本书里面 真正得到贾宝玉的肉体的人 是戏仁 而不是他的太太 贾薛宝采 他跟薛宝采原房 那是因为他这个责任的关系 而且他在跟他原房的时候 他的玉已经丢掉了 他那个整个的那个魂已经丢掉了 他那个心已经丢掉了 他已经变成空壳了 空壳 所以他跟那个戏仁的时候 他跟那个戏仁有了这个关系 戏仁等于是他的妾 没有讲名 可是是他的妾 戏仁扮演了所有女性的角色 对过贾宝玉 他像他的母亲 像他的姐姐 对他整个非常非常爱护他的 母亲 姐姐 也当他的妾 也当他的卑女 所以女性所有的角色扮演 都是戏仁通通扮演了 所以他跟戏仁的这个熟缘 那留给戏仁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丈夫 谁呢 她选中的 蒋玉涵 蒋玉涵是一个唱戏的 也是长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非常好 这个宝玉跟他两个人 也有一段情 也有一段情 那么这个 他很早一看到蒋玉涵的时候 他两个互相交换了一个表 一个表记的礼物是什么呢 汉金子 他贾宝玉给汉金子 给蒋玉涵的时候 那个汉金子是戏仁的 后来贾宝玉涵给他一个红的 是人家进贡的一个人 是一个皇室给他的 所以这个的交换 等于很早 老早 贾宝玉已经替花戏仁 聘下了他的丈夫了 两个只要找 后来最后的时候 花戏仁果然 嫁了给了蒋玉涵 第二天一开箱子 那两条汉金 一红一绿摆在里头 戏仁还小的 老早是命定了 所以最后给她的是一个丈夫 这些溯源通通还清了以后 她就出家了 出家的这一段 我觉得是我们中国文学里面的巅峰 写得真好 我觉得宝玉出家不容易写 你看 这本书那么复杂 前面的架构那么大 那么为了这个宝玉要出家的时候 这个线铺了那么久 那么长 到这个时候 最后120回 ending ending多重要 画龙点睛的时候 这一回要是不撑起来 这本书就垮下去了 所以她这两个 一个是待遇之死 一个是必须要写得好 写得那种整个气氛都写出来 是怎么回事呢 到了 那个贾政 贾母死了 就是贾政的母亲 也就是贾宝玉的祖母 死了 还有她有的灵鹫了 她是南京人 精灵人 他们现在suppose 假设 其实她没讲明 其实是在北京发生的 这个故事 那么他们是南京人 所以这个贾政要把她的 妈妈的灵鹫要送回到南方去 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在回来的时候在路上 在一个小镇上面 她停下来了 她停下来了 那天下大雪 那天下大雪 一片白白的大雪 然后呢 她那个船停在那个小镇 停在那个码头上面 她的船上面呢 她要他们那个做官的嘛 到了一个地方 都要去所谓拜码头嘛 她叫她那下面的人 拿那个信啊 都是去谢的 这时候她正在 而且她正在船上面写家书 不要报平安了 这时候 突然间 你看她说 抬头夫人船头上 微微的学阴里 里面一个人 光着头 刺着脚 身上配着衣领 大红星星站的斗篷 你可以想象到 向贾政倒身下拜 贾政尚未认清 急忙出船 余大夫问他是谁 那人已经败了失败 站起来打了个问讯 何时失败啊 贾政还要还击 还要 刚好要再回 回 迎面一看 不是别人 却是贾 宝玉 贾政吃一大惊 忙问道 可是宝玉吗 那人只不言语 是喜是悲 往下 贾政又问道 你若是宝玉 如何这样打扮 跑到这里来 宝玉未及回言 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 一声一道 夹着宝玉道 熟远已闭 还不快走 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 贾政不顾地华 急忙来赶 见了三个人前面 哪里赶得上 只听了他们三人口中 不知是哪个作歌约 往下 我所居兮清梗之风 我所游兮 鸿蒙太风 开空 谁与我士兮 无水于虫 渺渺茫茫兮 归彼大荒 大荒那就是 佛教神话的那个地方 你看 贾政还要往前走 只看白茫茫一片 况也并无一人 这一段 写得非常 只剩下 只剩下 只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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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的曲子里面 最后讲的 这个时候 那时候很动人 后来贾政就回到 贾政就回到 那个船里边来了 你看 贾政本来很 很讨厌他那个儿子 很觉得儿子没用的 这一次 他 这个 郑老爷 这个贾政 他为了追他儿子 跑到雪地里边 跑得气息 喘兮兮的 跑得喘兮兮的 回来 他知道他了悟的 哦 原来这个儿子是来历劫的 他说 来历劫的 他骗了我们老太太 就是贾母 十九年 他十九岁就走了 他想 他本来 他说 他生下来就寒一块玉的 他就很奇怪了 他说本来他很聪明的 他非常聪明 他虽然不学正道 他随便就聪明 非常聪明的 这个时候 父子之间 有了一个了解了 也就是佛道跟儒家之间 有了一个对话 有了一个对话 有了一番对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整个 你看到整个这个情景 只落了一片白 慢慢大地 蒸干净 一切的齐情六欲 一切的增摊 增摊痴爱 都被这个一片大 一片白雪盖下去了 到最后 都落了一个空子 增摊空门的嘛 带了一个空子 带了一个空子 那么我们再下看 望一下 那个 我们再往深一层看 这个 王果为 对这个人间词画 他论理后组的词 真所谓以写书者也 也有十家基督 但和人类罪恶之意 王果为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李后主 王果之后 他写的那个词 非常沉痛 非常沉痛 非常沉沉 非常沉痛 他说他 以一己之悲 一个人的悲乐 倒出了四人之痛 倒出了四人之痛 所以呢 我想他 他讲这个话 他讲这个话 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 我想这句话 用到现在的贾宝玉 出家的上面 我就得更加合适 我想这个贾宝玉 贾宝玉 我想他 第一 我刚刚讲了 还有那个 那个 西大多太子的 这种的意向在里边 我想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别忘了 忘一下 对不起 再回来 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刚刚写的是 他穿的是什么 大红斗篷 穿的大红斗篷 他穿的不是黑色 或者褐色的 就是那个 夹缩 不是 他穿的大红斗篷 斗篷多重啊 你想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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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头 刺组 披了个大红斗篷 他担负的 担负的什么 都讲 也有这个 担负的 会附和人类罪恶之一 他这 他负的是什么 我觉得 贾宝玉自负的 就是什么 人类的 所有 他 古晴天的情商 商 是一个 一个 逮之边 你看他 我想他 世间 为情所伤的人 你看 这个 他的彭仑木门 有多少人 被情所伤 各种伤 贾宝玉就担负他们 贾宝玉 我想到最后 这个情深 情深 这个 以情为 为宗教的 这么一个人 以情为信仰的 这么一个人 最后 他担负的是 世界上所有被情所伤的 这么一个重担 那个重担 就是那件 那个红 金星红 红色的 一个手红色的 星星沾的斗篷 拖的那个走的 那个等于就是 他的十字架 那个等于是 他是这个 基督 基督 这个 背着这个十字架 背着人的一切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罪恶哀痛 我想 宝玉的那个时候 这个情深 这个情深 也背着 这个情的 这个持指甲而走 持指甲而走 所以他最后 最后出家 他突然间 我觉得这本书 到最后的时候 一下子 那个调子 拔得更高 更高 有一种 他后来 一片残 一片残唱 刚刚不是 一声一道 在唱那个 你听到 好像那一股残唱 好像充满了宇宙 充满了宇宙 这个声音 这在残唱的声音 他最后 这块零石 再归比大方 再到了 清耿缝下去 清耿缝下去 这是 贾宝玉的出家 把这个小树 最后拉起来 这个很柱子 那么下面 第二根柱子 是黛玉之石 第一回 林黛玉 林黛玉的前圣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过 它是降株仙草 对不对 它是降株仙草 它是一棵仙草 一棵仙草 在这个 在这个 灵河旁边 在灵河旁边 三生十瓣 灵河旁边的一棵仙草 它是什么 它由于离恨天外 你看看这些词啊 由于离恨天外 它积餐是什么呢 秘琴果 可饮是什么呢 灌愁水 你看看 这灵黛玉难怪 生下来就是一生的仇 一生的情 你看看这个女孩子 难怪她要把她最后 下凡 把一生的眼泪还给她 一生的眼泪还给贾宝玉 所以我下面 林妹妹喜欢哭 我往下 好了 宝玉看见她了 从宝玉的眼睛 她已经在这个世间 她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 她是宝玉的表妹 她是这个表玉的表妹 那么她的母亲呢 她的母亲贾敏 是贾母的女儿 所以他们两个是姑表 贾敏是贾宝玉的姑妈 所以她这个女儿是她姑表 因为贾母 她的母亲死得早 她的外祖母就很疼怜她 就把她接到贾府里面 去养她 是养她 那么 黛玉到了贾府 虽然她受了贾母的疼爱 但是她待遇这个人 本人 财貌 到顶的 她又长得又美 而且呢 又有财 所以她自己非常自负 自傲的一个人 自负自傲的一个人 而且呢 她这个很孤傲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呢 她这个 这个 她很 真帅 很什么 为了情 为什么 这个人呢 没有 不像绝宝钗 很懂事故 他很帅真的这么一个人 很帅真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她 看她什么呢 宝玉看她 太生两业之仇 娇习一生之病 咸尽如娇花造水 行动如若扭浮风 你看 若扭浮风 这个女孩子 她讲得很那个 禀绝带着资荣 去欺世之俊美 她讲她 反正 林黛玉这个女孩子 非常地 她非常 我想是不俗的这么一个人 中国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诗 我们是以诗立国的 你看我们的诗 到处都有诗 我们的诗人有多少 你看 我们的心中 每个心中 他们都有一首诗 这个诗 诗是我们这里国的 林黛玉 她就是个诗魂 她整的 她的soul 她灵魂里面就是诗 所以她这个人 所以她非常有灵气的 她非常敏感的 非常有灵气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她这个 然后呢 她当然 她这个 到了贾家来 到了贾家来呢 望一下 到了贾家来 这个黛玉啊 她这个世事很小心 因为她很孤傲 很怕 她这个等于是寄人篱下 你想象她的心 所以你要这么了解她 她来这里的时候是寄人篱下 虽然林家 也是官宦之家 那比起贾家 那不能比的 是吧 她在家里面 在林家 自己家里面 是独女儿 是唯我独尊 可是她到了贾家 有那么多的心情 那么多 所以她这个 这个 很 静静业业的这个事情 所以她 她受的压力不小 而且她这个人 特别敏感 我说 我说林黛玉啊 全身都是神迹末梢 碰都碰不得 非常非常敏感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 而且她对她自己的命运 特别敏感 她身体不好 身体很弱 是吧 常常 她感觉到她的命运 她的命运 她自己 可能 她的眼 受眼不差 她虽然 她对这个贾宝玉 非常依心 情有独钟 可是她往往想着 她说我的可惜 我这个 身体 扑扭直直 她想着 很恐怕 等不到那一天 她常常有这种命运 所以我这本书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命运 命运 是最神秘的东西 我们二十岁的时候 绝对不知道我们四十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遭遇什么东西 我们四十岁的时候 绝对想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是遭遇了什么 人生的命运 就是最神秘的 你不知道的 所以西方的命运之神是blind 是眼睛绑起来的 你看不见的 你自己的命运看不见 但是 我们中国也相信 西方也相信 命运好像有一条路 有轨迹给你走 好像已经画好的一条路 画好的一条路让你走下去 所以命运在这个小说里头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在第五回的时候 在第五回的时候 太虚幻境 贾宝玉到了天上 他做梦 到了神经境界以后 他看了很多册子 很多密集册子 册子里面他打开 很多都是密语 很多是密语 很多是有图画的密语 很多那些曲子 词 他不懂 原来每一个密语 都在讲他那些 下面的女孩子的那些命运 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个待遇呢 他明明中对这种东西 很敏感的 他常常晓得他自己的命运 所以常常他也看到了 听到了一些音乐 听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有一所感触 就像宝玉一样 宝玉听到那个三门那一段东西 触动了他出家的思想 黛玉听了一些东西 他也想到他自己的命运 自己最后的结果 而想到了这个世界上 那么我来讲一回 这二十三回 西乡记 妙词通细语 牡丹亭 宴曲 景芳心 曲 尤其是昆曲 在这本小说里面 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汤贤祖 汤贤祖是大曲家了 明朝的这个地权 他是牡丹亭的作者了 汤贤祖有《临川四梦》 做了四本曲 四本传奇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牡丹亭 所以常常这本小说里面 会quote会印牡丹亭 可这个 曹雪芹在某种方面 是受了汤贤祖的影响很大 除了牡丹亭以外 牡丹亭是讲情 我想红楼梦 把牡丹亭的情 更高一层 更复杂 更扩大来讲 所以它是受了牡丹亭 影响很大的 受了牡丹亭很大 然后在 汤贤祖写了情 以后再往上走了 怎么办呢 就走到佛道里面去了 就走到佛道里面 他在有寒淡记 南科记 那是一佛一道 一佛一道的东西 那么这些都影响 影响了曹雪芹的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牡丹亭 听牡丹亭好几则 有一次 有一次 林黛玉到花园中走了 春天 春天的时候看到百花齐放以后 这花都快泄了 那么美的花 桃花 礼花 那么灿烂的 这个园子春天来了 那么灿烂的一片繁华 哎呀 转省间 那些花都快泄了 那么这个 世界上最美的 是什么呢 花嘛 花美嘛 但是这个桃李 可是又那么容易地凋谢 那么对这个很敏感的林黛玉 他就有很大的感觉 很大的感想了 那么他那一天 到了院子里面 牧村去走了一些 那么他就经过了离乡院 离乡院里面住的什么人呢 都是一些小邻人 是他们贾家到苏州弄来的 一些小女孩子 他们唱戏的女孩子 那些小女孩子唱戏的女孩子 那些唱戏的女孩子呢 是唱给他们那个王匪 原匪听的 那平常他们也演戏给贾母啊什么听的 那么他经过离乡院 听到他们这些小女孩子 在演戏 在唱戏 唱什么呢 他本来那个 林黛玉以为 戏里面有什么好句子 他自己私材 他是个私魂 他的私材 是大观有明的第一名 他以为 哎呀 戏词有什么好的 后来一听 一开头 很出名的牡丹亭里面的游园 游园里面几个词子 这是怎么来的呢 是讲游园的那个女主角是谁 杜丽娘 十六岁的杜丽娘 十六岁的杜丽娘 她是太守的千金 太守的千金 十六岁 有一天也是春天 牧村的时候 她到她自己的后花园去游园 有没有看着百花 哎呀 凋谢了 本来就很有感触 她自己才十六岁 她突然觉得 哎呀 我像花一样 芳华虚度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个 俊俏的书生跟我在一起 她说十六岁的女孩子 就做了一个春梦 春梦里面就有一个书生 跟她在牡丹亭上有一段优惠 这是牡丹亭的故事 她在游园的时候 她就在唱这一段词了 你看 她说 原来是岔子烟红开变 四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圆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是谁家愿 她一听 哎呀 原来岔子烟红开变 四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圆 她说在杜丽良的细 《桑春碑秋》我们说 《桑春碑秋》是中国 中国我们的文学里面一个大传统 一个大传统 《桑春碑秋》 中国的诗人中国的文人对于时序 对于时间特别敏感 特别敏感 所以到春到秋的时候 我想对于细春 其实春天 春天秋天都有所感 伤春悲秋 所以这个时候来了 原来岔子烟红开变 一大片百花齐放的时候 四这般都赋予断井 现在就变成一片荒芜了 变成一片荒芜了 良辰美景奈何 本来是这么良辰美景 天意不给我赏赏 赏心乐是谁家 人家在赏心乐是 不是我 这是杜丽良自己的感叹 他十六岁 父亲管他很严 父亲管他很严 根本不准他出去 什么都管了他的 所以他自己觉得很有感叹 很有感叹 这个林黛玉一听 哎呀 原来戏里面 也有这么好的词 就坐下听下去 那个又唱了 《金梦》里面又唱了 那个书生出来了 那个书生 柳梦梅出来了 看到杜丽良 就跟她唱她什么呢 则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她看到你 她这个柳梦梅说 看到你如花美眷 那么美的 像花一样的女孩子 快点跟我谈恋爱 似水流年 一下就没有了 她说有这么感叹的事情 这个林黛玉听了 但非常的感慨了 那当然她非常有所感了 有所感了 有所感以后呢 听了这个武丹亭 就给她启发 启发下面她这个 我想我们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小说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首诗 就是《葬花池》 也就是《葬花银》 我想林黛玉听的 那个牡丹亭以后 给她这个灵感 给她这个灵感 春天的时候 那些花都卸了嘛 卸了以后 刚好这个林黛玉 跟《贾宝玉》之间 也有一些矛盾 有些东西呢 她就很有感触 就写了这一首《葬花银》 《葬花银》 它就是哀倒那些 花 落花嘛 这花落下来以后 满地的落花 它很习花 这些花 这样子被那个泥土这样子 不是都弄脏了吗 都弄脏了 它如果流出去 它也不晓得流哪儿去 后来是黛玉 很有名的 黛玉藏花 对不对 它就把那些花 挖一个 挖一个坟 把它藏起来 花种 所以它这黛玉藏花很有名 那么它就写了这一首诗 这首诗啊 等于这首《治晚诗》 《挖花》 它哀倒这个花的 花的生命不长久 也就是哀倒自己 哀倒它自己的命运 它自己可能不长久 它自己的寿言不长久 所以它就像那个礼后主一样 叫刘敦赛 它哀以一己之痛 道出世人之悲 美的东西 像花样美的东西 不长久 没法挽回 再美的花 再美的桃花礼花 都挨不过秋冬 所以它讲了它的命运 它的人它也如此 所以它自己对这个 它有一种 这首诗等于是 整本书的一个主题曲 也是它自己的一种《治晚诗》 也是一圈大悲惨 这等于在哀倒它自己 在渡它自己的花魂鸟门 我们看看这个 这是最后了 最后的时候 这个《治晚诗》 这个《治晚诗》 它说 耳经死去农收藏 未扑农生何日伤 农经藏花人笑痴 他连藏农知是谁 试看春禅花见落 便是红颜老史时 一朝春静红颜老 花落人往两步之 后来它的结果 它的最后的生死 果然像这个如此 果然像这个花这样子 它死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往下 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很有名的音乐家 许长慧教授 大家知道 许长慧教授 他从法国那时候刚回来 他从法国 他用现代音乐 他谱了一个藏花银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我这个放给大家看看 我想他这个 把藏花银 藏花池 他整个精神抓住了 他就是好像 好像医学大悲咒一样 念诈悲咒一样 你们大家试试听听 我们看这个video 声音那么小 声音大点 什么 怎么 什么 无事 文字幕声音乐 拿过来 小月 明年能再发明年归宗 只要是三月相朝 一人生两千言 自拍无情 明年花八岁 可作却 古早人去两空朝 也请一年三百六十 风刀双剑 也想一名美鲜 也能及时一朝飘过南巡 一花开一箭 罗南巡街 先门思造 华人路易华处内 安萨萨上空之间 先独卷无欲证 黄昏何处规矩 也从门尽能找避人 出水门与悄惨 被连为人困固定时 被连上身旁 为连唇办 脑纯连唇不知 脑恶不去 只有无言去不闻 左小庭外对个马 只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 鸟子无言化之秀 愿怒写下身双语 随话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 处有享受 为莫尽难受 也不以婆心无言 共有志本皆来话 前去强域无脑先去口 为情死去浓愁脏 为不浓身何日桑 光荣心脏花园消失 他念藏龙之有谁 我觉得有很多音乐家都谱这个词 我觉得许长慧真的把这个抓住了 我想它好像是一群大悲咒一样 在念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一首诗 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大家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我觉得这是整个 可以说是《红楼梦》的一首安魂曲 我说这写的 林黛玉写的 林黛玉写的 也就是讲了他自己以后他的命运了 我把这首诗拿来诠释这个 这个《红楼梦》 我们讲了李后祖的词 李后祖的词 李后祖词里面也有这种的 也有这种的 你看李后祖对那个物业提出 他写那个 也是讲了花的命运 花的命运 也写得非常好 你看这个 林花谢了春红 太重重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子泪流人醉几十重 知识人生常恨 睡常动 我想这一首诗跟那个藏花词 这首诗也相呼应 其实后来这个 其实林黛玉我没有引出来 林黛玉后来他也把后祖的词引了几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universal 一个是普世的 尤其中国的诗词的传统里面 这诗词传统里面 对这种《桑春碑秋》特别的敏感 而且他们两个人 我想曹雪芹跟李后祖 因为他们的悟性 他们的敏感 更把这种上升悲重情绪往上提高了 变成人的命运 变成一切繁华意趣的那种 繁华意境的 这种佛家的 这种无常的这种哲学命运表现出来 好 望一下 好 这个待遇之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 他对于自己命运这么敏感 对于这个 那么当然他这个 他常常处于不安的情绪里面 为什么 宝玉身边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都是美人 而且像雪宝钗什么 都给待遇很大的威胁 他一直要试这个贾宝玉 对他是不是真心 对他真心 你别忘了 那时候是乾隆时代 而女孩子不能开口讲的 你爱不爱我 不能问的 不能问的 现在青年男女方便多了 一个简讯过去就行了 那就解决了 那时候不能讲的 那时候不能讲的 慢慢试的 所以这个林黛玉 常常耍小兴子 去吃一下这个贾宝玉 看他痛不痛 痛了就好了 痛了表示爱他的 吃他一下 吃他一下 你会觉得林黛玉 贾宝玉 不知道林黛玉怎么这么喜欢 这个小兴子 很好玩的 我又说我叫红楼梦 我就给一个问卷出去 这个红楼梦里面那么多女孩子 你喜欢哪一个 男学生很少写林黛玉的 大概口感 吃他不笑 吃他不笑的小 撒娇小兴子 他一直戳一直戳 他戳来戳去真情就毕露了 你晓得 是怎么回事呢 贾宝玉被打了 贾宝玉被打了 被打的原因呢 一个是他跟蒋玉涵 唱个戏的蒋玉涵 他们两间有了一些关系 有了来往 那个蒋玉涵是另外一个中顺王爷手下的 他也续养的这么一个灵人 后来他逃出来了 跑掉了 跑掉了以后 那他就照出去 他说好像跟贾宝玉有关 怀疑 那个中顺王府就向贾府来要人了 这个贾政气得不得了啊 你看还跟灵人这么来往 而且还把那个王府里面的人这么弄 那还了得 后来再加上 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女孩子 一个丫鬟叫做金川儿 因为贾宝玉的关系 他就跳井自杀了 其实跟贾宝玉其实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只是王夫人 她的妈妈觉得那个女孩子跟贾宝玉 交贾宝玉一些事情 她就觉得把交坏了她儿子 打了她个耳光 那个金川儿子很要面子 他被赶出去后就跳井自杀 后来贾宝玉的弟弟 同父异母的弟弟贾桓 就敬禅言说 说是这个贾宝玉鼻尖 这个金川儿 说金川儿跳舞 那这两件事情凑得起不得了了 这个贾政事要打死为止 是打这个儿子 打打打打 他这个一身的伤了 尤其是他那个臀部啊屁股 打得轻轻轻的 打得打得 差不多把他打死 后来还是贾母来救了 打成这个样子 当然了什么雪宝钗啊 其他人都很心疼哦 都来安慰了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林黛玉来了 贾宝玉看到这些女孩子 都来慰问她 她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了 贾宝玉呢 她希望她很浪漫了 她希望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 流成一条河 她躺在河里边 都流过去 所以那些女孩子 那些女孩子的眼泪 她觉得都给她 后来 林黛玉来了 不得了了 两个眼睛哭得肿了 贾宝玉更心痛了 更心痛了 更心痛了 后来林黛玉 当然这一次忍不住了 本来还要装切装拔的 还这样子不表现出来 这下子哭起来了 真情毕露了 后来王熙凤他们也要来看贾宝玉 赶快林黛玉就躲掉了 走了回去了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贾宝玉就叫她的丫头 叫她的丫鬟 秦闻 拿两块手帕 去给这个 你说 拿去给林姑娘 那个秦闻就说了 你这两块手帕是旧的 旧的 用过的手帕 你拿去给她 你拿两块新手帕 那林姑娘又不高兴了 贾宝玉说 你去拿给她 她懂的 好了 这个她拿给林黛玉了 林黛玉就问说 贾宝玉要送她两块手帕 那林黛玉当然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拿嘛 她说用不着 你留的给二爷用吧 后来那个秦闻就说 是旧手帕啊两块 她懂了 这个新手帕不是没什么稀奇 旧手帕她用过的 那这就是她心里面 这是表迹嘛 我们说定情的东西了嘛 用过什么 用过的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 他们两个 这两个情侣 这Lovers这两个情侣 他们是零的结合 他们是一段纤缘 在灵河旁边三生十半 已经结缘了 到了这个世界上呢 她是一段纤缘 她是个心灵之交 她两个小孩子 两个小的时候睡在一起 同床睡在一起 贾宝玉的邪念也没有 对这个女孩子 对雪宝钗 她有时候有的 她看着雪宝钗 那个绑子白白胖胖的 她想去摸一把 她对于林黛玉 一点邪念都没有 那两个是心灵之交 我们所谓的收美 是心灵之交 心灵之交 这两个人后来没有成婚 这可能也不能成婚 我想婚姻第一部分 就是要肉体相合 我想不能想象 我们林姑娘 这么灵感 这么灵气 林姑娘结了婚 生一大堆孩子 我说林黛玉抱那个baby抱不动 我们的林姑娘不行的不行 这两个是林 湿的灵的像香蕉 这里像香蕉 有一本西方小说很有名 大家看过吗 那个Emily Blounte 那个Emily Blounte 那个姐妹写的 叫做Woodling Heights 报效山庄 有没有 报效山庄 有个电影 看过报效山庄 很有名的了 那个男主叫做Hickcliffe 女主叫做Kathryn 那两个人从小是长大的 两个人说爱得不得了的 是长大的 但是那个Kathryn 就不能嫁给她 为什么 她说I am Heathcliff 我就是Hickcliffe 我跟我不能结婚 我跟我不能结婚 所以她后来嫁给一个很世俗的 很有地位的这么一个男孩子 后来Hickcliffe恨得不得了 回来报复 一直到两个人的死 两个人的灵魂又在一起了 所以她不算是这种灵魂之交 她跟那个宝玉跟黛玉也是 也是 啊 这孩子黛玉知道了 这是她用过的手帕 那么是不是就是 她身体的一部分 可能是他们两个人 可能是他们两个人 最近的时候了 她跟林大一说 就那时候就掌灯 在那个手帕上面写了三首诗 这是琴诗 那就不得了了 那时候能表现 吐露心声 能够吐露心声 这个那就不得了了 你看啊 眼空虚泪 泪空垂 暗洒嫌炮更像谁 像她吗 像宝玉吗 此副剿笑劳慧真 为君拿得补上碑 一边写一边掉泪 自己也感动 自己也这个 还要还泪的吗 对不对 泪尽才人亡嘛 还要还泪的 下面的 抛诸滚玉 只偷山 正义无心 正日贤 枕上袖边 南佛寺 任他点点于斑斑 林姑娘哭着不得了 哭着在往下 还有一个 采现难受 面上珠 乡将旧既已模糊 庄前已有千甘珠 不是乡横则也无 那个馆 林黛玉住那个馆 叫做萧香馆 萧香 他的笔名 他写诗的笔名 萧香匪者 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了 这个顺的两个 顺帝的两个妃子 鹅王女婴 有没有 鹅王女婴 这个后来顺帝死了吗 他们在香江那里 他们两个人哭 两个人哭了 那个泪就掉到那个竹子上面 所以有一种竹子 香竹 有一种竹子上面一斑斑斑 有点点斑斑的 就是那个鹅王女人的内痕 所以这个也是用那个典故 写完了以后 这个黛玉满脸疼红 整个这个情绪 什么都发上来了 病根由此起来 生病 或者是肺病 太激动了 其实我想 黛玉 林姑娘的身体那么弱 她这个情的背负 对宝玉的情的背负压垮了她 她吃不消 她整个人的负担 被她自己那个情 后来为情而死 这个待遇 所以这个时候 她两个人相交的时候 她这个情一步一步来的 她的待遇的死 一步一步来 彰化词已经点明了 所以后来这下子又来了 又来又进一步 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注意 我跟讲 贾府的兴衰 是我们这个书的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前面几十回 七十回以前 都写了一个贾府 这是圣 这是心 这各种 然后呢 后来到了大观园 抄检了以后 秦文啊什么 这好多人被赶出大观园了 大观园这个时候 慢慢慢慢摔落下来了 这骑士会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 已经在摔了 以前中秋的时候 他们乐得不得了 吃螃蟹 什么秋天的时候 长菊花 这个时候不是了 这个时候那个贾母啊 贾母啊就跟 他这些女 这些家里边这些人啊 就赏月 这个时候 赏月啊 到了那个所谓 土比山庄 土比山庄 有一个山坡一样的 他们在上面赏月 赏月赏的时候啊 贾母啊 我们有 中国人有一句话 越满则亏 对不对 越到了最远 越到了最远 就是越要亏的时候 随满则亿 我们讲 所以中秋的时候 中秋的时候是月亮最远的时候 也是月亮开始要缺的时候了 所以贾母后来一看到 哎呀 有的生病 王熙凤生病了 有的没了 哎呀 他到底 月亮园嘛 就叫做团园嘛 中秋的时候都叫团园嘛 哎呀 他到底人不齐 到底臭不齐 到底要团园 人间团园 不是每次都有的 这时候已经有了这个 有了这种伤感的味道了 后来他们讲 那就叫这个 他们唱戏的女孩子 吹笛子来听听吧 后来那个笛声一下子起来 那个贾母听了以后 突然间伤感起来 突然间伤感起来 伤感起来以后呢 他不要去睡觉 不要去睡觉 他这次那个鸳鸯 他这次丫鬟冷了 就给他个斗篷串了 不要趁着那睡 贾母也知道 贾家 他心里的 这个家族可能要散了 这个家族的这个命运 他也感觉到了 好 导演 真的他们在赏完这个的时候 黛玉跟湘云 另外一个女孩子 死相遇 这个诗才也很好的 也很好的 人也漂亮 但是这个个性跟待遇 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人都是亲戚 两个人都是假的亲戚 他们就早一点离席 离开那个邪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到哪里 到一个池塘旁边 凹金馆到池塘旁边去 两个人做什么呢 两个人他们喜欢 那个 连诗 就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讲这个歌颂 不是 在迎送这个中秋啊 这种陷阱啊 这些东西 笔诗才 两个人的诗 哪个做得好 做到最后啊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但是最后的时候 晚上 到差不多静了 运用完了差不多 那个湘云啊 这个时候啊 诶 有一只鹤 白鹤 有只鹤 就是飞过那个 飞过那个池塘 向云说 嘿呀 我有了 横堂渡鹤影 好美啊 那个池塘啊 一个白鹤这么渡过去 横堂渡鹤影 哎呀 那个黛玉说 糟糕 这个给他抓到了 给他弄到了 他怎么来压他 他讲啊 怎么我来压住他呢 有了 他说 下面一句 冷月藏尸魂 无意间 诗魂指的谁 指他自己啊 指的灵黛玉自己啊 所以他无意间地 讲出自己的 无意间讲出自己的 这种的 这种的 那种 参与的 于是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个尼姑 他们的院里面 有个尼姑 叫做妙玉 他懂得人的命运 他能伏击的 这是突然间跳出来说 你们的警句出来 不要再往下讲了 他想这个词 他已经听到了 晓得这个黛玉 他自己的命运 他自己讲出来了 冷月藏尸魂 所以黛玉又进一步 又接近 进一步接近死亡了 这一句 这有意思了 秦文 我刚刚讲的秦文 那个水蛇腰那个 那个秦文呢 因为他长得好 长得好 脾气又傲 又得罪人 所以他这个 这个宝玉 非常喜欢他 跟他两个人 他像黛玉一样 我跟他讲 他就是黛玉的影子 他是黛玉的mirror image 他是黛玉的影子 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黛玉的一种型 那么他跟那个宝玉 个性上也很合适 很喜欢他 拿晓得王夫人超大官员 超大官员是因为 他发现了有一个 这个春宫 春宫秀囊带 发现在大官员里面发现 又王夫人他们觉得不得了了 要把那些大官员里面 也长得好一点 然后又是丫鬟 通通赶走 赶出去 秦文被赶出去 被赶出去 而且很可怜死的 秦文之死 是我们这个小说里面 写的最动人的一段之一 宝玉去看他 宝玉去看秦文 看秦文 秦文被赶出去以后 睡到他那个舅舅家里面 一个草席丢在那个地方 也没人理 他去的时候没人理 他渴得要命 叫宝玉说 你快点给你茶给我喝 宝玉拿来茶 哎呀 那个茶根本不像茶 可是秦文喝起来 咕噜咕噜咕噜 感觉他太渴了 宝玉心疼得不得了 就问他说 你还什么话要跟我讲 那个秦文就说 秦文就说 他说我现在当了虚名 他说都是狐狸精 他说我又没有勾引你 我又说我是跟我们俩清白的 早知道如此 不讲了 早知道如此我就动手了 早知道如此我就勾引你了 他现在当了虚名又没有那个 又死了 后来两个人就交换 衣服 那个秦文一回时一回时 把那个他长的指甲 他咬下来 交给那个宝玉 给他做纪念 做纪念 他们两个有一段 很动人的 很动人 写得很动人 宝玉非常疼惜 联系 宝玉这个秦 他不是说一定是喜欢哪个女孩子 他对人间的那种苦 对人间的那种 他突然间那种大悲之心 写得很好 写得那一张 写得好 秦文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这个宝玉当然很伤心了 秦文死了 他就很伤心了 伤心的时候呢 他就为了秦文啊 他就写了一个 写了一首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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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公子杜撰芙蓉垒 芙蓉垒 垒就是济文了 那么 他的 那个 秦文死了 有两个小丫头 看着他死的 后来宝玉问他说 他死了的时候 讲了什么话没有 那小丫头就乱凑一顿 说 哎呀 他是秦文姐姐死了 说他要去当 芙蓉的仙子去了 当芙蓉的芙蓉仙子 芙蓉花了 这么讲了以后 所以宝玉就写了很长一篇 写得非常好的一首《复》 是一种模仿了楚词的那种调子 写得很长的一首 他就在花园里边点香来记这个情文 来记这个情文 他就一边念一边念一个 念这个芙蓉蕾 念这个芙蓉蕾 念的一项时候那两个 就有一个人从花园里边 他有芙蓉花树 但是木芙蓉 芙蓉有的时候也讲是荷花 是水芙蓉 这是木芙蓉 那芙蓉树里边跑出一个人来 走到一树前上 那两个小要一头 不得了 完了 他那个情文显灵了 他以为情文的鬼跑出来 一看是黛玉 黛玉一个情文很像的 你知道 情文很像他的 是黛玉 黛玉就问他说 你长篇大论的听了 他说你记得什么 是这么好的这个记文 黛玉有点讽刺他了 他像草儿碑一样 这个宝玉就不好意思了 你来给点意见 那个情文 黛玉就说 我听了听去 全面大论讲什么 我只听了中间一句 他说你讲了什么 红霄杖里公子无缘 黄土龙中女儿薄命 这个书得很 红霄杖里 这个书我听你改一改 改什么呢 他说千纱穿下 这个千纱 是一种红色的纱了 是肖香馆 林黛玉房间里边 他的那个窗纱 是那种嵌纱 是谁给他弄的呢 贾母 贾母到他房间里 给他弄了一只新的窗纱 嵌纱 他说你为什么不 他说你这个改一改吧 他说我们自己有那个 不是有现实东西吗 嵌纱穿下 宝玉就讲了 好好好 嵌纱穿下 他说 他说我改吧 他说嵌纱穿下 公子 不是这样子 嵌纱穿下 小姐无缘 讲的这林黛玉 龙土 黄土龙中 丫鬟搏命 黛玉又讲 黛玉有个丫头叫子娟 黛玉的丫头叫子娟 黛玉就说 等我的丫鬟子娟死了 我再来写 这个 好了 其实宝玉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写情文吧 突然间宝玉说 我有了 我有灵感了 讲什么 欠下创下 我本无缘 黄土龙中 清和薄命 本来是哀悼 这个情文的 一下子扯到黛玉身上去了 黛玉身上去了 你看 清吗 你吗 是吧 清吗 黛玉一听 脸都变了 这么一直直到他上上去了 黛玉这个脸变了 这开始在风中的咳嗽了 那么这个刺激那么大 刺激那么大 我想很多很多参与 很多很多参与 子来主义主义 都讲了一个黛玉 一步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所以我跟你讲 跟大家说 这个黛玉之死 曹雪芹 花了好多的笔墨 从头慢慢扑 慢慢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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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爆发的 到了八十二回了 黛玉差不多要死了 八十二回的时候 是怎么回事呢 黛玉做了一个噩梦 黛玉做了一个噩梦 这个噩梦非常有名 这个噩梦很可怕的一个噩梦 他梦的什么呢 梦的 在梦中突然看到贾母 王妇人要把林黛玉嫁出去 要他们嫁他 而且做叙玄 本来就没有了 突然间他在梦中 突然间看清楚了 贾母啊 还有王妇人这些人 本来平常都那么疼爱他 原来也就是表面的 后来果然 果然他在梦中 看清楚了他的处境 后来他要死的时候 果然这些人很冷淡 后来他就求贾母 梦中啊 求贾母 贾母冷冷的 你不要来吵我了 后来他最后 最后他就没办法去求宝玉了 求宝玉了 宝玉说 我这个心本来给你了 他自己把那个刀 把自己的心一下子剖开 还拿手去抓 把心掏出来 这个待遇吓 吓醒了 吓醒了 一口血 吐血 他本来是肺病嘛 吐血了 一口吐血了 他要的什么 要带宝玉的心啊 宝玉的心好 我给你 挖出来给你了 这个梦非常fraudian 非常有那种 下意识的这种东西出来了 写得非常 写得很恐怖 写得好 写得这个林待遇 一步一步 身体也是吐血 他写得很好 他说那个血吐出来以后 子绢看了血 他说那个紫色的血还在跳舞 你看哥哥多可怕 写得非常好 写得整个人的身体 physical 他那个人的身体 就是往下的衰退 还是人的精神衰退 一步一步一步 走向死亡去 这写得待遇之死了 待遇为什么死的 那就是 那个贾母他们 贾母他们已经定好了 要取血宝钗了 要取血宝钗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只有林待遇被瞒的 这林待遇被瞒的 后来呢 有一个傻丫头 傻大姐 他不知道 他就跟黛玉讲了 黛玉一讲 这是他多年的心病 因为他父母 他没有父母 后来爸爸也死了 从前的婚姻 都是父母做主的 他自己没有父母 没人替他做主 没人替他做主 他是孤女一个 他的心病很重 他以为贾母还会选他 后来没选他 选了薛宝钗 但是贾母有他的理由 选薛宝钗 因为薛宝钗很合适 薛宝钗很合适 做家的媳妇 以后要当大人 要忠心这个家的 林黛玉身体又不好 从前儒家 从前的中法社会 他们的婚姻很现实的 儿女之情不放在第一位的 儿女之情不放在第一位的 很重要是他来了以后 做家家的媳妇 这个人合适不合适 所以薛宝钗 像贾宝钗玉 林黛玉这种 当然他们的感情 被磨灭的 这么一来 宝钗玉那时候也丢了 丢了这个玉 人也已经昏溃了 那这个林黛玉呢 他小的没救了 林黛玉焚搞断痴情 雪宝钗出归成大理 一边是在要快死了 一边他就在雪宝钗要结婚了 那边洞房要结婚了 所以这两边他写得很好 这个笔得很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黛玉就讲了 黛玉知道了 两块手帕这个时候要紧了 我觉得他所谓扶墨千里 他这个伏笔 那个时候他写这两块手帕 很要紧的 在这个时候死的时候 这死的时候很要紧的 这手帕代表什么 代表他跟贾宝玉的情 对不对 而且他们身体的接触 他的泪 他的用过的手帕 他的泪 他的脸 他们俩人最接近的那个东西 这个时候呢 他说你看 他就 那个黛玉 他说拿这个手帕来 还是恨的嘛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宝玉 他不知道宝玉已经婚会了 他们 瞒着他成这个婚姻的 他还恨宝玉 没有两个人那么样的感情 没有最后没有来执着他 那么他就撕这个手帕 怎么撕的 撕的 撕不开 撕不坏的嘛 他就 你看 他就叫他点灯 把灯再往下 你看啊 代表他叫他 拿个火盆上来 拿个火盆上断下来 就把那个两块手帕一丢 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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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 对不起 再回去 他烧起来以后 结的 他把他的诗稿 他的诗稿 所以林黛玉 焚稿断痴情 那个诗 他的诗稿 也拿来 往火里面一丢 往火里面一丢 烧了一大堆了 焚掉这个两块手帕 就是等于 焚掉他的肉身 眼泪在上面 焚掉他跟宝玉之间的爱情 焚掉他跟宝玉之间的 他跟宝玉之间的 那一段亲密的爱情 诗稿丢掉 他是什么 诗魂啊 这个诗就代表它是灵魂啊 诗魂 把诗稿 撕掉 把自己的灵魂也烧掉 他把自己的灵魂也烧掉 把两个的爱情也烧掉 这个时候灵魂 这个时候灵魂 我们灵姑娘不再是一个 若扭浮风的这个女孩子了 这个时候她突然间 你会写的这个时候 突然间她的整个的dimension 整个时候 她保持她最后的尊严 她自己死的时候 最后的尊严 她保持出了最后的尊严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这段情了结 这段情彻底地把它分掉 我把自己的灵魂把它烧毁 这时候灵魂 她自己的那种 她自己的尊严 她自己的个性出来 往下 后来她跟子娟讲 子娟讲得非常 她非常bitter地讲 我这里没有亲人 她说 我的身子是干净的 你们好歹叫她送我回去 她说跟贾家 任何的缘分 为什么通通斩断 我不要他们在他们家里面 把我送回我自己家里面去 她在写那个 葬花词的时候也讲 我本节来还节去 不叫你到藏旧沟 这个时候 她就不让他 好像那个花一样 葬到那个污渣的沟里面 这个时候就说 我这里没有亲人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已经讲绝了 所以待遇最后 她维持她最后的尊业 维持她最后的这个 她等于是被他们贾家遗弃了吗 她自己先 自己了断 送我回去 这个不是我的家 她自己后来死了 她死的时候 死得很凄凉 因为她那一边 那一边这个正在 正在锣鼓喧嚣 赢进了一个贾家的媳妇 这边死了 她死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 因为死了 没有什么人来看她的 没有什么人来看她 只好呢 我们看看这一段 写得非常好的 当时待遇弃绝 正是宝玉取宝钗的时辰 子涓等人都大哭起来 礼丸探春 礼丸是宝玉的寡嫂 是宝玉的哥哥的太太 哥哥死掉了 所以她是个寡妇 从前的习数 寡妇不能够参加 这个婚礼的不祥 所以她还可以来 看这个黛玉 还有探春 也是他们的姐妹之一 探春人很正直的 他们两人来看她 想她树日的可疼 今日更加可怜 便也伤心痛哭 因萧香馆离新房子甚远 所以那边并没有听见 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 只听得远远的一阵音乐之声 侧耳一听 却又没有了 以远远的那个诗族 传声过来 那探春礼丸 走出冤外再听时 唯有竹梢风洞 月影一强 毫不凄凉 冷淡 轻轻的这一句 心里觉得这黛玉死得非常凄凉 非常凄凉 这个写得很好 这一段 不是很 那个好像整长 可是淡淡的 但是非常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这个凄凉 就是黛玉之史 死得很 写得好 生力死别 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大挑战 别将这个 宝玉出家 写得好 死 黛玉之史 写得好 这两个是两个 这个可以说是这本小说 两根柱子 这两根柱子撑不住 《红楼梦》这个大楼一下子垮掉 你想想看 这么重要的两件事情 前面 福墨千里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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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到最后 这就是写小说 他这本书写得好的地方 那么往下 最后呢 我说过第五回里边 有很多曲子 很多诗 都在讲他们的命运的 都在讲他们命运的 那么这一次 他们宝代之情 其实在第五回的时候 老早已经讲出来了 老早已经讲出来了 就是这一个 就是《汪灵梅》这个曲子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曲子讲的是什么 他说 一个是朗愿先爬 一个是美欲无瑕 第一句 就是讲林黛玉 降诸仙草 对不对 第二句 就是讲贾宝玉 若说没奇缘 今生偏忧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 如何心事 终虚化 一个望之绝雅 一个空牢牵挂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 能有多少泪珠儿 整静着他 秋流到冬 春流到夏 这就是讲他们两个人 这两个人这段爱情 到最后 这是镜花水月 这是镜花水月的 而且这个 最后 林黛玉到 要还泪的 一直到泪尽人亡 所以我想这个 整个后世世回 他的悲剧的力量 在这两个人上面 能发挥出来 今天讲的有点长了 大家做大家 谢谢 谢谢